然後最後講一講有什麼方法可以大大提升到大家在PVP裡面獲得勝率的方法 影片開始的時候,大家可以按訂閱鍵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我們繼續玩龍子谷新世界 而這條影片會簡單講給各位新獸玩家常見的問題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解說 首先,新獸常見的問題 第一樣,就是我為什麼HP值會無法恢復呢? 因為我們按右下角,地圖 這個位置會可以使用不同的恢復藥 假設當我們的恢復藥完全用完就無法恢復生命值 而我們製造恢復藥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按製造料理 大家會看到有恢復草汁可以恢復體力1000點 當到比較後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製造一些比較高級的恢復藥 每一次製造恢復藥都有不同的材料 我們從最簡單的方法,恢復草汁說起 恢復草,究竟在哪裡獲得呢? 我們按回地圖神聖天堂 我們去到這個地圖,就會看到有種田 種田有幾個不同的種子 第一個就是恢復草種子 第二個就是藍色野莓種子 這兩個種子就是可以製作出我們剛剛提及的恢復藥劑 然後我們再將這個種子播種 等到一定的時間就可以修成 等於種田的種子,我們可以按回農場管理員購買 也是透過遊戲幣來購買 當我們種完農田,大家想知道究竟什麼時候可以修成 在地圖的左邊 而生活現狀就會看到溫泉、海釣、製作和農場 這幾個項目究竟什麼時候完結 例如製作有14分鐘,農場有8分鐘 那溫泉我們還有24分鐘的效果 好,然後我們再解答新秀另一個常見的問題就是背包問題 背包整天滿,當然大家可以說 用紅磚就可以擴充我們的背包 第二個方法就是用完這些道具 大家都知道,例如潛力的全部都用在潛力上 升級的都用在升級上 但其實還有一個事項大家要留意 背包裡面有不同的材料 而其中一個材料是最亞我們的位置 就是這個加七密度的東西 而最有效清掉這一堆物品的方法就是 然後按一下我們好感度 隨便找一個NPC,把全部送給它 大家會看到,其實背包都清掉了大概六個位置 然後再把一堆潛能的道具 使用完它 那如果基督太低就不便宜大家使用 再把武器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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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看到背包就清掉了很多位置 還有加生命食的龍肉 我們再進階 最大體力 進化 然後再吃這三顆龍肉 我們的背包 又會騰出很多空間 如果大家發現打BOSS經常脫掉 或者打怪經常脫掉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目標示 當我們沒有選擇目標示範 就會脫掉了 我們再按多次 就會在目標示範 當我們在地圖不停採集道具 除了可以幫助我們製作不同的裝備之外 另一個最有效的地方 就是賺取金錢 我們按選單 右方有一個叫聲望任務 每一個地圖都會有不同的聲望等級 每一個聲望等級 要完成以下的任務 例如委託任務完成27次 採礦 消滅魔物 採集等等 所以我們採集 除了可以製作更多的道具之外 還可以幫大家賺錢 新手前期最缺就是錢 現在這個情況 當我們採集完 又可以獲得金幣之外 還可以有第三個元素 在裡面 就是獲得一個新道具 獲得新道具 就可以開通我們的圖鑑 我們按圖鑑 按採礦 釣魚 滑礦 種田 不同的圖鑑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當我們按登錄 確定 登錄到指定的數量之外 會有額外的加成 在裡面致命攻擊等等 而新手也會問到技能的選擇 除了看攻擊力 還有一個要素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把敵人擊到空中 把敵人踢飛 把敵人拉近這些附帶效果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純粹把敵人踢開 我未必會選擇這堆技能 或者連續令到人倒地 使敵人倒地 使敵人騰空 有這些效果我才會優先選擇 然後最後講一講 有什麼方法可以大大提升到 大家在PVP裡面獲得勝率的方法 第一件事大家一定要知道 當我們開始打的時候 是會有大概9秒至10秒的無敵狀態 但當這段時間 你使用任何技能 任何普攻都不會造成傷害 所以你會看到 對方不停地使用技能 是一個極度之不明智的選擇 當經過了10秒後 大家才開始拉距離 或者使用技能是最理想的 而當大家使用技能 是會有一個硬直時間 所以盡量不要那麼快使用技能 等對方使用完技能 大家才出技能 減少一個硬直時間 因為硬直了 很容易會中對方的普攻或者技能 盡量一路走一路放 是最理想的 而大家一定要清楚 每一個職業 是會有兩組武器 例如弓箭手為例 他會有遠攻和近攻 如果被對方近攻拉到那麼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弓箭手 轉另一個形態 做一些近攻 踢開別人 然後再帶開距離 還有就是對方如果身上 有一個藍色的狀態 代表他會使用連續技能 大家都知道 每一個職業 技能有三組技能 主動技能 連續技能 連續技能 和終結技能 而連續技能的輸出 比起主動技能的輸出 是多很多的 但他有時間限制 以及需要累積他的能量 才可以使用 如果大家看到對方的身上 有藍色的圖案 代表他已經可以使用連續技能 和對方正面交鋒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大家 初步了解到這支遊戲 經常常見的幾個大問題 包括不夠錢用 背包經常有爆位置 技能如何選擇 PVP如何提升勝率 如何回合角色的HP值等等 如果大家有其他新秀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直播時解答各位玩家的問題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按按鈴鐺 按個讚 按個讚 或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 大家可以知道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